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幸福课堂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环游情感世界,爱的地理课堂 二,知梦工坊,共编爱的梦幻挂坦 三,爱的五彩斑斓,情感的彩虹桥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环游情感世界,爱的地理课堂 各位同学,欢迎来到这堂非传统的地理课 环游情感世界,爱的地理课堂 在这里,我们将不会谈论传统的山川湖泊 而是将探索那些隐藏在人类心中的情感地貌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启程 首先,我们将飞越初恋高原 这里的风景美得令人窒息 一切都是纳摩新鲜和令人兴奋 但要小心,这里的地形变化莫测 很容易就会遇到心跳加速瀑布或者腿软山丘 接着,我们将穿越热烈丛林 这里的气候热烈而多雨 情感的植被茂密 经常有激情藤蔓和浪漫花朵 但要注意,这里也有极度支腾和不安全感经济 一不小心就会被缠住 继续前行,我们会到达稳定关系平原 这里的风景平和,气候温和,适合长期居住 不过,别被这平静的外表欺骗 日常生活沼泽和平淡无奇草原也是需要警惕的地貌 它们可能会让旅行者陷入无聊和缺乏激情的泥潭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崎岖的分手峡谷 这里的路途艰险,充满了悲伤之和和回忆之风 但是,勇敢的旅行者经过这段旅程后 往往会在自我成长高地上获得新的视野 最后,我们将抵达在爱海岸 这里的海洋深邃而广阔,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 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带来新的开始和新的冒险 在这趟情感地理之旅中,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是 爱情的地图永远不会过失,它充满了未知和探索的乐趣 每一段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探险都值得珍惜 好了,同学们,这趟爱的地理课堂就到此结束 记得,无论你在情感世界的哪个角落 最重要的是,享受旅程,学会从每一次经历中成长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知梦工坊,共编爱的梦幻挂坦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艺术鉴赏家 以及偶尔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漫游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知梦工坊,共编爱的梦幻挂坦 这不仅是一个融合了手工艺与心灵治愈的项目 更是一个让人们通过共同创作来编织社群连接的平台 首先,让我们来点历史背景 挂坦,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当时它们不仅仅是装饰品 更是展示权利和财富的象征 挂坦上植入的图案往往充满了预言 历史故事或是宗教主题 而今天,我们的知梦工坊则是将这种传统艺术形式 转化为一种现代的集体创作活动 想象一下,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 聚集在一起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情感和梦想 它们在专业艺术家的指导下 学习如何将这些抽象的概念 转化为线条、色彩和图案 这不仅是一次手工艺的学习经历 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和共鸣 知梦工坊的每一块挂坦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可能不会像中世纪的挂坦那样 展示在城堡的大厅里 但它们却能够挂在每个参与者的心中 成为一个温暖的记忆 这些挂坦不仅仅是布料和线的结合 它们是爱、希望和梦想的编织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想象一下 当一位从未拿过针线的大叔 试图在挂坦上置入一只他心爱的小狗 结果却意外地创造出了一个 看起来更像外星生物的图案 或者,当一位严肃的会计师 决定放飞自我 织出一片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森林 却发现自己不小心把计算器的形状也织了进去 知梦工坊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项目 它是一个让人们放下日常生活的压力 通过共同创作来建立联系的桥梁 在这里 每一个街 每一个线圈 都承载着参与者的情感和故事 最终编织成一幅幅充满爱的梦幻挂坦 而这 亲爱的朋友们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 一个关于创造 连结 和笑声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的五彩斑斓 情感的彩虹桥梁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自古以来就让无数诗人 哲学家 甚至是科学家头疼不已的话题 爱情 啊 爱情 这个让人既兴奋又困惑的情感 就像是一座五彩斑斓的情感彩虹桥梁 连接着两颗心灵的神秘通道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爱情彩虹的第一道颜色 红色 代表着激情与渴望 这是爱情故事的开始 就像是罗密欧与朱莉叶的初见 那种心跳加速 脸红心跳的感觉 但是 别忘了 红色也是警告的颜色 提醒我们 不要一头热地挑进爱河 最后只换来一身伤 接下来是橙色 代表着温暖与亲密 当激情烧退 两人开始享受彼此的陪伴 共度美好时光 这时候的爱情 就像是一杯香醇的橙汁 甜中带点酸 让人回味无穷 黄色 象征着快乐与幸福 当爱情进入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 即使是最平凡的日子 只要与爱人共度 每一天都像是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然后是绿色 代表着成长与和谐 爱情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它也需要空间和时间来培养 就像植物 需要水分和阳光 爱情也需要理解和支持 来茁壮成长 蓝色 代表着信任与忠诚 在爱情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比信任更重要的了 当你能够完全信任你的伴侣 并且知道 他们也同样信任你 那么 你们的关系 就像是深不见底的蓝海 深邃而稳固 最后 我们来到紫色 象征着灵性与承诺 这是爱情彩虹中 最神秘的颜色 它代表着一种 超越日常生活的连结 一种灵魂深处的相遇 当然 爱情的彩虹 并不总是完美无瑕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遇到暴风雨 彩虹也会消失在云层之中 但是 正如老话所说 雨后必有彩虹 只要有耐心和信心 爱情的彩虹 总会再次出现在天际 所以 亲爱的听众 无论你现在正处于 爱情彩虹的哪一个阶段 都请记得享受这段旅程 因为爱情 就像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冒险 它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而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场冒险的主角 所以 让我们勇敢地跨越 这座五彩斑斓的情感 彩虹桥梁 去探索那些美丽而又神秘的爱情世界吧 毕竟 生活就像是一场冒险 而爱情 正是我们人生中最美丽的一部分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爱的地理课堂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曾经在爱情的旅程中 经历过哪些地貌变化 你觉得 爱情的彩虹桥梁 有哪些颜色 请在留言区 与我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这个充满爱的世界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